字幕志愿者 李宗隆 大家都知道我是李宗隆的粉絲 我是李宗隆的師傅 詠春派有很多人學 全球有二百多萬人學詠春 拍攝這套戲之前 我對詠春拳認識不多 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去鑽研詠春拳 我一有時間 我就會在酒店裡練習 沒有人的裝法 除了要對詠春的後人有交代 要對詠春派有交代 我也要對自己有交代 我很欣賞他 從從來沒有學過詠春 到他很快就能夠 把一百零百式的無人裝 很快就學得很純熟 而且在詠春同盟 他也認同他打得非常好 很多詠春同盟都懷疑 恩主丹是否以前學過 學了很久 那個木人裝打得這麼好 能夠比美現在在搞功夫的說服等等 說明了恩主丹 因為何詠春去駭下做很大事 至於外形的問題 我曾經多數跟他說 葉敏是一個溫文雅爾的人 他也作出很大的反應 比方他有節食、減肥 盡量展示他的肌肉 在這方面他也做了很多功夫 他的確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個角色揣摩 葉敏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我花了很多時間揣摩這個角色 一有時間就找葉敏的長子葉準先生 去談論他爸爸生前的一切時跡 我收集了很多關於葉敏的資料 網上所有的書本都有 也請了葉準師傅跟我一起回去佛山 去做一些生活的體驗 去鑽研葉敏當時在佛山的一切經過 一點一滴的一切東西 當時我花了很多精神 去投入了葉敏的世界入面 因為我們是拍一九三幾年的廣東佛山 我們的編劇、我們的美術 都會很考究當時 究竟那個年代的街道 當時的武館 當時的人怎樣說話 都會盡量做到百分之百 葉敏真是當時經歷了一些什麼大事 譬如他跟北方師傅的比武 最後又跟日本人去較量 有很多資料資料我們會搜集 作為李小龍的師傅、葉敏中師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追溯 究竟師傅是一個怎樣的人 謝謝 謝謝 這次我是第一次和葉衛信合作 是不做幕後的 亦都是我們兩個的決定 因為要演好熱敏 我要把我全副精神放進去演的方面 找誰呢 首先又要得高望重 又要有什麼經驗 最重要就是他怎樣可以拍泳春 對泳春拳是有認識的 一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洪金寶大哥 我這次拍了泳春 因為我拍過很多泳春 尤其是這次拍泳春 不是泳春電影 我們是講及一位偉人 而是一代宗師 這代宗師由恩子丹去飾演賢文 電影裡面的動作的場面 其實我們這部戲有分幾場戲 南北大戰 就是一個廣東一個北方的大師 切磋 有一場戲就是 范燒王和子丹兩個過招 范燒王 他演一個北方師傅 他是打一些北少林的 一個叫少八拳 真的好像人家說的 好像dancing 好像跳舞 有很多感覺 這次其實大哥幫了我很多 在演繹這個角色方面 大哥真的很用心 去設計我這個角色 一些動作 因為他北方人的感覺 他想出來是粗豪一些的 粗豪得來 他是有幾個特色的 所以打起來 跟一般我平時練習 就算起腳的動作 都完全不同 全部都擺了一些古拳姿勢 我開始都不是很習慣 所以之前一上來都要訓練很久 他真的每次拍動作 他都是從人物的個性 甚至乎他拍這個北方師傅 他究竟應該用甚麼拳術 他都會很細緻地加進這個角色 所以在他的動作設計 除了動作裏面 他是有氣 其實在詠春的門派 已經去到一個很實戰 很搏鬥式的一種打法 這種打法也不是傳統 大家在影視看到詠春的一招一式 不是那種打法 已經是非常近身的一種搏擊術 彭大哥也在我們舞電影邊 設計了很多場戲 將這種詠春的真實實實戰的武術 彷彿出來 《紅代林》 《紅代林》 我第一次聽到二位信找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還未演過戲 為何你要找他 對 以偉信跟我說 我是覺得他氣質 很像葉文的太太 在這部戲裡 我是葉問的妻子 她跟當時的女性完全不一樣 當時的女性是非常含蓄的 但是張詠春就是非常敢愛敢言 像平時丈夫會花很多時間 在那裡練功夫打打沙沙這樣子 所以她非常的反對 不希望老公成天在外面打打沙沙 希望老公能花多一些時間 來陪伴自己的家人 當日選擇《紅代林》 作為這個女主角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她是一個古典的感覺 但是之後發覺她其實是幾有演戲的天分 到我第一場戲 跟《紅代林》對手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她完全沒有問題 她很自然 很有信心 是將當時一個女性 一個媽媽 一個妻子 那種氣質優雅 全部都演出出來 她有很多在戲裡的演出 我覺得很自然 比起很多新人 我覺得很多 如果她願意繼續演戲 加入演藝界 我覺得是很少的 其實我的角色 人文的名字叫周清源 就等於一個挺有錢的 一個棉花廠的老闆 基本上她是一個不喜歡武功的人 但是很欣賞 葉文這個角色 很欣賞欣志丹這個角色 在一些友情方面 通過一些畫畫 或者通過一些小的情節 去表現到兩個人的友情關係 任大華先生就演繹葉文一個好朋友 她這次真是很感謝她幫忙 她演繹一個比較 戲份不算多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因為作為一個演員 可能她希望有更多 或者在她的角色上發揮 但是她反而可以把一個很簡單的人物 都豐富了很多細節 在這個角色裡面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飾演日本軍官的日撥 一席演員 池萊博子 第一次跟她合作 我現在的演員是 在1930年代 日本軍的昇降演員 雇用樂武術を愛する 米浦という演員 現在演員 在中國に来 當時 雇用文という人物と出会 彼の運順拳に 惹かれていく そういう設定です 日本人的演員 我第一次加入了 但是覺得她非常專業 非常勤力 因為她是一個 不是很懂得武術的 靚仔 由她知道要接拍 而問她 在日本 由自己去 鬆弃自己的腿筋 亦都很早 入到我們劇組裡面 去接受 洪金堡大哥的訓練 她是未拍過打鬥器的 她 你初初讀些東西 給她打鬥器 她完全不了解 拍到現在 開始開始進步 開始開始有感覺 她在小時候 我看了她 她是一回 她是一回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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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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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本身是做一個叫李超的人 這個人物本身是一個戰前是一個警察 戰中間應該是一個翻譯 他為什麼會在戰前戰後的轉變這麼大呢 他相信武器不相信武功 就是那個價值觀就是這樣 直到這個所謂戰爭發生了 他都要求生存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家庭 有自己的負擔在後面 所以就不是純粹一個黑同白 他會給自己幾大灰色地帶 林家棟在我以前拍戲的時候 我都和他合作過 他會給我很多新鮮的 對於那個角色的想法 給我去參考 那和他合作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專業 和非常好溝通的一個演員 我認識他那時有點瘋狂 他的狀態有點瘋狂 但是我印象很深的 認識這個人的時候 就覺得因為他瘋狂地 我很想和這個人合作 但是在這個電影裏面 他有一份情懷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很欣賞的 因為他想到很多事情很全面 很給時間和你去談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變成就是不單止是開心 而且你會感受到他對電影的執著 我覺得葉偉俊導演是很厲害的 就是他找到很多細緻的位 是很過癮的 就是一些家庭的東西 甚至就像我那邊 和我幾個北方兄弟 都會有一些細緻的東西 可以出來 所以他很多時候都會提醒我 怎樣去演繹角色 可以幫到的角色 可以出一些 范少皇特別之處就是 當我和他合作拍戲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專心 他很專心 很認真 很誠懇 我給他這份工作的態度 真是深深地打動到 他這次演繹這個北方的金山爪 我覺得是 我找不到別人可以演得比他更好 就是適合這部戲 范少皇在我印象中 初初我覺得他是一個年輕 因為我很多年前和他拍過戲 其實他現在給我印象是相當好 我猜不到他做這個角色 是做得相當相當過癮 不錯 黃佑南 第二次和他合作 是一個非常有禮貌 很有工作熱誠的一個年輕人 在裏面其實是說我是一個 挺反叛的一個青年 因為那次因為我哥哥 他令到在茶樓裏面 在很多眾人面前 失散儀態 我生氣了我哥哥 離家出走 直言走了很遠很遠 就跟了一群山賊 頭就是范少皇 其實藉著這個角色 可以跟年輕人說 每一個人他有很多選擇 不要給自己很多藉口 說什麼影響他 最後都是要靠他自己去選擇 一條正確的道路 葉偉順一向 兩位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很欣賞的導演 他真的可以在業民裏面 將他的才華 一一表露出來 我自己以前看子丹的戲 和和他拍過的戲 我覺得他這次是做得最好的一步 這次第一次和欣子丹合作 真是很興奮 因為始終大家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動作戲 今天終於有機會 大家可以一起打 對 身手真的很好 其實他很優秀 我跟子丹合作 很輕鬆 沒有給任何壓力 反而他會告訴我 可能在某一個細節的時候 可能會多加一些表情 什麼反應 會讓這個角色演得更活一些 有時候可能有些位 他不需要站在那裡 但是他都會 我站在那裡 我會給你氣 大家的交流那種很重要 給我的感覺是 我可以在一個前輩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我感覺上 他在這個人物的塑造那方面 他下了很多功夫 真的有別於一般 大家覺得的人 子丹 我跟子丹合作 這部算是第一部 子丹也是一個 很專業的演員 你告訴他怎樣打 怎樣感覺 他會完全照你的意思做 他亦都提議我 中間打 加策什麼 怎樣去 盡量大家配合 我覺得演員很重要 你一配合不到 大家一招 就很難再做下去 我覺得《葉問》首先是一部 關於我們中國人的電影 屬於我們中國人的電影 希望讓觀眾感受 人與人之間應該要有一種勇氣 我希望 最大的期望就是 我認為觀眾覺得這部 是有意義的電影 我很希望《葉問》除了帶給觀眾 是一個有娛樂 亦都可以帶給社會 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因為在這麼多問題的社會 這些題材 是值得我們去推廣 整體上一個 好像以前《撒破狼》的一個組合 但是就放了一個 30年代在佛山的一個組合裏 我相信這部戲 真的不會令大家失望 我對這部電影期望挺高的 因為很多人物 而那些人物也很豐富 每個人很不同的角色 是完全全的觀眾感受到的 《欣子丹》就是打的 大哥就是做武術指導 裡面兩樣東西 如何有硬橋和硬碼 硬橋和硬碼 有很多花式來對付一些人 所以令我想快點看這部電影 《葉問》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那我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在裡面 那想要感受到真正的視覺聽覺效果呢 一定要進入電影院去觀看 這樣你才能有一個真正的了解到 這樣偉大的一代宗師 他這個人物傳記的真實感 大家一定進入電影院去看《葉問》 大家一定進入電影院看《葉問》 你們快點來看電影吧 看什麼電影當然是《葉問》 不是 一部好片不是經常有的 希望你們多點捧我們的牆 支持我們的電影 多謝